想使用可载性能源 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要解决它的不稳定问题 需要想到一种解决方法就是实现能源的存储 今后最大的可能性就是实现氢能 把能源储存到氢当中的时候 它可以一年十年不使用它都不会有任何的损失 实现这个氢能里面关键的一步 也就是说氢的存储和运输 价格是它的成本最高的地方 我们所以说就攻克最难的地方就是氢的存储 我们所做的就是说把开发这样的一个固定材料 可以让氢能够尽可能的储存在一个比较小的体积当中 我们开发的一种亚文态的材料 它可以使氢非常紧密的排布在这样的一个美极材料中 我们这个材料可以在零下15度 也就是目前报道的此类材料中最低的吸气温度下去工作 那零下15度就可以使得这样的材料 我们可以在这个东北地区或者俄罗斯啊欧洲啊等等 大部分的天气下可以去使用 所以这样的一个材料 我们做成系统之后 那今后可以和高温氧化物蓝纳电池一起使用 那实现这样的一个可再生能源的存储 当需要使用能源电力的时候 那我这些轻可以释放出给蓝纳电池 然后生成电 通过这种方法能够实现能量的可再生能源的这个稳定的输出和供给 可再生能源这个太阳能风能大规模的能源的存储 那可以实现这种不稳定的能源来通过存储的技术实现稳定的供给 我们这个第二个工作就是个锂硅合金可以取代现在的这样的一个 这个石墨基的这个锂离子电池的负极材料 它这样的可以提高容量达到5到10倍左右 就是基于现在的系统 可以在整个系统的基础上可以提高20%的这样的一个容量 形式里程可以就是提高20% 那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提高 那这样的一个锂硅合金的话 就是按照我们的这个开发的这样的一个技术 它可以在不改变企业生产线的状况下 可以直接的去生产加工 是能源存储技术 它可以使用在很多的这个实用情况下 就是日常的3C产品 另外我们可以作为一个应急电源 台风地震的情况下 它可以作为一个备用电源来使用